You can't see any t-shirt, not this one I don't think so 哈囉大家好,189 最近又有一堆大鬧日本 甚至被現場逮捕的小粉紅們 當然啦,在說這些事情之前 先恭喜我們的阿伯柯文哲 不僅在選前與日本紅了一波 被說是親中派 現在又深陷一些避安風波 當然啦,其支持者說要讓國際看看 台灣政府的迫害 甚至幫他申請一些國際政治的庇護 所以啊,日本馬上就聽到這個訴求 在各大電視台報導了這些事情 也在日本的公車上放了這些事 我是不曉得你們是不是得到習近平的真傳啦 民眾黨的總加速師 還得是你們人民群眾啦 像有些人也說什麼 台灣這次比中共更壞的政治迫害 我就想問一下 你們有看到晴剛、李尚福、魏鳳和的記者會 跟支持者的聲援 還有一些新聞記者的採訪畫面嗎? 然後你們有聽到這個檢調單位或是律師 一些相關的人員 甚至是不同黨派的人去告晴剛嗎? 你們有看到這個動作嗎? 連大外宣、高志凱都不知道這三人哪去了 所以就不要跟我再舉這種不倫不類的對比啦 顯得你沒文化 好,說回來今天要分享大鬧系列的政題啊 這是兩個中國60多歲的男子 在東京被拘捕了 原因是他們在東京的車站偷竊乘客的錢包 我們攤看一下國際新聞可以發現 近期越來越多小粉紅跑道 新加坡也好啊 歐美地區也好啊 日本也好啊 去刑切 去偷拐搶片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段影片吧 而根據日本的外國人方案排名啊 越南在日本方案是第一名 中共國是在日本的第二名 除此之外 還有一個很符合中共特色的事情 那一名中國的跑船人員 在小紅書上分享自己害日本船員的故事 並且以此為傲啊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 日本人在國際形象是好的 但在我這形象不好 所以我跑船十幾年 我專門坑害日本船員和日本的船 每次下船休假之前 經過我的特殊處理 總有日本船員會意外受傷 日本船的撫機 分遊機也會出現一些毛病跟暗病啊 哈哈哈哈 我覺得真的蠻可悲的 你如果有本事就直接約出來單挑 搞什麼樂部群的小動作 還是你想要表達中國人都是這樣子的 暗算他人最會 正面硬剛沒辦法 中國就是這樣被越來越多小粉紅給代表 所以如果有些中國網友 你們要噴的話 你們應該要噴這些人的行為 而不是噴把這些事情散播出去的人 因為我們也強調 這是小粉紅 對吧 如果你不認同自己是小粉紅的話 你應該跟我們站在一起去譴責他 而不是跟他站在一起說他不能代表全中國 除非你是自己是小粉紅 你才會幫這樣的行為去反過來洗地 去模糊掉他本身做錯事情的行為 所以希望大家還是大翻譯運動一下 讓這個船去日本的網路啊 或是讓日本相關的議員們了解這些事情 我跟你們講 如果這些事情越爆越大 或是揪出越來越多中國船員是幹這種事情的話 欸 那就會讓很多沒有幹這些事情的中國籍船員失去日本工作 日本公司對中國籍的員工更加的防範 這是一個惡性循環 你也不能怪日本政府啊 因為他要保護自己的國民 而你們確實有幹這些破事 對吧 我這邊想要給你們看一小段 我曾經在2021年啊 連線採訪了一個 跑到澳洲申請政治批護的中國船員 他也分享他在中國漁船公司的待遇 我來自中國大陸不見泉舟 我這個發言是閩南話 我是一名這個海員 為什麼我會間諜還空 就是因為我幹了海員這個職業 工資標準待遇跟海外相比 差一大截你知道嗎 我第一次跑船 簽合同的時候是寫的是500美金 你口口聲聲的說 台灣是中國自古以來不可分鎖的一部分 那我跑到台灣去 我等到看到就全的叛國了呢 中國人民現在不吃這一套啦 人們也不吃你們這一套啦 白癡阿賀賀賀 我們拿這個 我曾經訪問過的影片來對比一下 這些在日本工作的船員小粉紅吧 你們不想要在中國漁船的企業工作 因為怕被壓榨 覺得薪水不如外界 所以你跑去日本工作 覺得日本的福利跟待遇是比較好的 結果你又在害別人 破壞人家的船 你不是應該希望自己的公司 越賺越多你可以分越多紅嗎 你怎麼是破壞人家 然後讓人家的這些利潤拿去維修 拿去救那些受傷的人呢 你在想什麼呢 我們再來帶大家來看一些例子 前幾天有跟大家分享過 一名中國40多歲的外聘 日本電視台人員 在節目上喊了 釣魚台是中國的遭到解雇 逃回中國後 受到小粉紅熱烈的英雄士 受到了小粉紅熱烈的英雄士接待 而一位叫做相取大禦神的中國網友 痛罵這樣的行為 算什麼英雄好漢 你這樣是把所有在日本的中國人陷入險境 你自己卻一走了之 回國受愛國流量當愛國英雄 而你根本也不是日本NHK的正式員工 你只是個外聘人員 別在你自己的資歷上貼金說 你是NHK的記者或是編輯主播 別給自己臉上貼金 別說得好像你是日本電視台的正式編制人員 這個怎麼感覺有點像在說 在日本的那個王總統啊 王總統也是央視的外包節目人員嘛 結果給自己臉上貼金是 央視體制編制內的記者啊 結果該文章被刪掉了 好 你們以為這樣已經夠荒謬了嗎 還有一名中國留學生在退租的時候 留下了150瓶的尿 等一下 你是尿在寶特瓶裡面 還是尿在哪兒 是用一瓶去形容的 原來你的size是可以放進去寶特瓶的那個孔 會不會太小啦 我們帶他來讀一篇小紅書上的發言 千葉大學的留學生 沒浩然退房的時候留下150瓶左右的 林天天和滿屋的垃圾 煙把房屋的壁紙全部都熏黃了 滿屋都是尿騷味和煙味 連床和門都是尿騷味 房東啊走了法律程序去告訴他們 結果他把房東拉黑 拉黑後又加上了房東 他以為房東逃稅 其實房東每年都有交稅啦 所以故意挑釁房東說 如果想要私了的話 要給我這個中國留學生刻三個想頭 並且給他父母寫簽字的道歉信 否則就走官司 很中國特色耶 黑的變白白的變黑耶 當中學老師的父親 梅辛龍和他媽媽 馮彥宏隨後也馬上拉黑了房東 海外留學 考上了日本一流的國立大學 卻在出租房裡拉了150瓶左右的林天天 這樣的留學還有什麼意義呢 為人師表的家長 不僅沒有向房東道歉 還立刻拉黑了房東 真是有什麼樣的家長 就有什麼樣的孩子 這樣的老師能教育出什麼好的學生呢 房東在房間內還發現 該留學生所屬的國內學校的公章 安徽省寒山縣第二中學 房東懷疑是通過材料造假來申請 考到日本的本科大學 真的是幹進迫事的都是你們小粉紅 而中國那種小趙家人的觀念 也是在這篇文章表現得淋淋靜靜 你不要說在海外 在中國國內小趙家人就是這樣縱容自家的小孩了 之前啊 這些小粉紅們也爆出在美國讀書對吧 把美國信用卡或是卡債全部借光光 結果你就借了一兩萬兩三萬的美金 幹嘛 因為你快畢業了 你一畢業就回中國了 回中國之後 你們還在網路上秀你們借來的這些錢都不用還 還刪掉美國所有電信的聯絡方式 把自己在美國的手機全部註銷掉 信箱也註銷掉 大家還記得吧 去年一堆秀出這種證據的 中國留學生的圖文在小紅書上 對吧 我也看過相反的例子 走線去美國的中國人 把在中國能借貸的所有錢 都借光光啦 看可以借到幾萬塊人民幣全部借光光 隨後就帶了這些錢 跑去美國申請政治庇護去走線 這樣好嗎 這樣對嗎 這樣你們做的行為跟那些趙家人 跟這些粉紅有什麼區別 當然我也看過這些人反罵 我們不拿 趙家人也是拿 何必給他們拿 你要給趙家人拿不如我拿 對 其實就是這樣的心態 影片了之後帶大家來看一段 由一群歐美人到中國旅遊 結果身上穿了一個旭日期的衣服 被眾多的年輕小粉紅們包圍 痛罵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段影片 OK看完這段影片 你們想想今天如果是中國人穿旭日服的衣服 或是和服 看看下場是怎麼樣 相信你們有沒有看過不少的案例了 直接打了然後公安到場 公安到場並不是逮捕打人的那些粉紅 而是拘捕穿日本和服或是日式服裝的人 然後帶回派出所口頭告誡 這種例子多到不深美舉 上次有一位中國陸配在台灣的西門町 還有故宮穿著漢服還有滿洲服飾 根本就沒有發生這種 上前去痛罵 或是去拉扯他 甚至毒打他對吧 而這些粉紅啊 即便在歐美穿著紅衛兵的衣服也好 或是漢服也罷也沒有人會上前噴或是打他們 頂多在網路上笑話笑話而已 所以千萬不要再拿中國人在中國穿著日本的服飾 日本的和服被小粉紅遭受到的待遇 來對比在台灣穿中國的傳統服飾 或是甚至紅衛兵局五星旗的衣服 現場被遇到的模式待遇 來對比拿台派跟小粉紅是一樣的觀點 來舉例這種不倫不類的例子啦 我可以跟你各位說啊 怎麼樣叫做更類似的例子 今天啦 台灣一個網紅四叉貓 跑去聲援柯文哲的小草周邊觀察 也保持了100公尺的安全距離 結果被小草發現 給痛打並且搶東西轟出去 你做出了拉扯搶奪 痛打的這個行為 前幾個月我參加青鳥活動 即便是當時的百靈果 進去被轟出來 都沒有人動手 也沒有人去搶他們的直播東西 或是搶他們的器具 就是用喊的讓他們出去 洞口不動手嘛 而且洞口也不是說人身攻擊啦 是嗎 所以你要類比的話 請你拿四叉貓今天這個例子 來類比一下 好嗎 今天的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 不喜歡記得 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伯伯 下次再見 掰掰 好嗎